你完全否定了我 是不是 其实处罚在即 你也满心担忧 我这个邪恶而要洗凶狭窄的人 会趁机迫害你的音声 你却不怕投赎寄亲 一定让蓄意为意都不肯 宁可拒练 我都这么让你反感 这么险恶 让你连力掩饰一下都做不到 即使是为了保护你的心上人 你也不愿意这么做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我的确不想掩饰 你也没有力气掩饰 如果你想为此来报复我 你自由打消这个念头 不要去动银双 不然我保证你 会复不起这个后果 我保护你 快點,快點 你快 快住这间屋子 快住这间屋子 你快住这间屋子 快住这间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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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没有啊 姐姐 找到没有啊 崔梦 公主不在文副那儿 也不在附近那儿 从冰块里也去了 不在啊 不在 怪了 我会向哪儿去呢 大家四处晒天来 在老花也去找两天 快 快啊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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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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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什么事了 大伙儿四处来找你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淋雨呢 啊 我不懂 您说为什么可以让他这么爱 而我却让他这么恨 咱们听底下人说 说您说是白线 说他是白胡变 不开心 不开心相信 你知道浩泽是怎么对我的吗 他可以狠狠地伤我 我心碎 他都无动于衷 我打过来是白胡变 他居然像疯了一样 他那夜深 想要把我深蹲活泼了 在他夜里 我还不如一只绣皮 不如一只白胡绣皮 公主 到底怎么了 怎么说这些稀奇古怪的话呀 不奇怪 一点都不奇怪 反正 他已经把我吃干墨镜了 是 把我疾狂了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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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水 警官 水竹水烧啊 快点 竹水烧啊 快 来 先喝点江汤 去去寒气 好 来 白衣胎是胡大仙哪 他是来放此法人哪 公主 公主 怎么了 公主 怎么了 别来窗户 公主 你怎么了 别来窗户 公主 我不要 公主 我不要 公主 公主 你怎么了 公主 你看看我 我是崔茫茫呀 公主 你看看我 看看茫茫茫 看看茫茫是谁 我不要 公主 公主 有一只半壶 这只半壶 有一只半壶 他又来抓我来了 他将牙舞着的 向我扑过来了呀 不怕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我跟你说 肯定是 肯定是的呀 所以 所以 浩子才完全地 给他迷住了 我为什么要跟他斗呢 我为什么要跟他斗呢 你现在 要把他的孩子给弄掉了 我怎么办 那是宋子报恩呢 他不会放过我了 他要杀了我的 他要来抓我呢 他要来抓我呢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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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眼 我给你砸了毛巾 你擦擦脸 你擦擦脸 冷静一点 不不不 好真的 他去哪儿了 我要求他去帮我说说情 帮我说说情 帮我说说情 动住 阿富 阿富他一早就出发了呀 我去了 去哪儿了 他上城南户生下去了 怎么 你糊涂了吗公主 你醒醒醒醒 你别吓我呀 公主 那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谁来救我 谁来救我 公主 我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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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婶 大婶 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我又在这儿了 我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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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烧了 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不怪你我龙子很厉害的 等来 快躺下 快躺下 我去给你传御医去 教传御医 公主怎么了 据说是昨个夜里受了风寒 不过还有另外一说 什么另外一说呀 说是冲撞了胡煞 胡煞 怎么会扯上这些怪力乱神呢 是啊 这话从何说起 公主呢 昨个晚上来找个贝勒爷 两个人谈些什么奴才也不大知道 总之呢是不太痛快 而且那个白胡绣瓶给打坏了 那又怎么样 你在暗示什么 胡煞先答应奴才不生气 奴才这才敢说 你在拐儿抹角的 胡煞可真要生气了 有什么话你就通通夸夸的说 是是是是 这个 其实奴才也是听来的嘛 传言也已经不是一两天了 什么传言 你说你说 是是关于白衣太的 大家私底下都说他 他这个胡大监 什么 这不是岂有此理 怎么会有这种谣言呢 你刚才说不是一两天了 这什么意思 是哪些人在嚼舌根 你既然知道了 为什么不早来告诉我呢 别急别急 让小控子把话说清楚 来 哎呀 你还不快说 是是是 这话呢究竟怎么传起来的 奴才弄不太清楚 大约呢总是在白衣太给收房那阵子吧 这种异军突起又处风流运势 根本上就引人入胜 偏巧呢 仪太又姓白 贝勒爷又有那么装放分白雾的事迹 这就叫人给穿着附会啊 说仪太这是那些白雾化的人 赢钱来报温的呢 当时他又怀有身孕 这下子大家便生孕不移了 这谣言也就不禁而走了 荒唐 全手中身有一派胡言 不禁请息怒了 一人传虚万人传实 谣言就是这么回事 连贝勒爷屋子里摆个白雾绣坪 大家也都传得起敬啊 所以公主一病倒 大家都说她是冒犯了大仙 因为孩子消产 二外摔坏了绣坪 大仙便作罪了 胡说八道 你要是再听到 什么人在那脚舌根 你立刻给我抓来 我要好好地惩罚她 我要看看 谁还在那散播谣言 其实原来这么传的时候呢 大家对白雾太也抱有 一种敬畏的态度 奴才也想这么折也好 多少呢有点保护的作用 可现在情况就不太妙了 希望公主不要借口找麻烦才好 你是说恐怕是其中有诈 对呀很有可能 浩珍前脚跟才出门没多久 她马上就病倒了 走 咱们瞧瞧去 我倒要看看她在玩什么花样 倘若她装病 要是嫁祸给迎双 我绝不会跟她山坝甘休的 不不 你这个样子可千万别去 不出三句话 你就会给她撕破脸的 也许公主根本没这个意思 也许她是真的病了 眼下什么也没发生 何必去挑起事端呢 对对对对 秦妈妈说的是啊 刚刚呢是奴才堕落嘴 奴才原来用意是想 请福晋提高几绝罢了嘛 咱们不妨且走且看吧 好 这儿 好吧 那你去给我盯牢她 公主那儿要有任何动静 你可来告诉我 知道吗 渣 我看你就别去了吧 芸衣交代过你要多休息 何苦这么折腾自己 不要拦我 不要阻挡我 不不 不 你们不许走开啊 快快 快围住我啊 战后围住我 围住你 unveil 围住你住啊 围住 想看我 快活 我看到一只万糊 在那儿呢 在哪儿 在哪儿 你快去给我捉拈啊 快快快去 张波 pes 瞧瞧 快一点啊 怎么办呀 依少姐怎么办 笛吧 是谁呀 穿星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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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找到他了 他在哪儿啊 在哪儿 在哪儿 这就是他 你看见了没有 真的是他呀 是呀 真的是他 是呀 回吧 公主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过来 快过来啊 公主 好 公主 公主请原谅 我知道我犯了大机会 不该如此穿着 公主 可我别无他意 我只是在为我爹首相 瞧 这是我爹的牌位 因为不便出府祭拜 所以 所以我有时候 就敲他给我爹 稍些纸钱 聊尽心意 公主 我 你当然不会承认的 我是无心装剑的 皆非有意 我原本只是想和你谈谈 想到 我真的没想得 天哪 他居然真的是 又完了 我还有活路吗 我还有活路 靠近一点 救命啊 你别这样 靠近 我救命啊 你靠近一点 我救命啊 靠近一点 别这样 我在这儿 救命啊 你没事吧 没事 他们没法你怎么样吧 没事 救命啊 我救命啊 快逃 快逃啊 他是白虎变的 是 我没有看到你这白虎 跑到树后面去了 不是 你们看到了 就是银双 祖主啊 他听见我喊叫 所以才卸了人性 所以他过去都是白色的 他过了 我把他狐献的 他过然是狐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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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过 我不是见识过了吗 我不是什么白虎 我是为我爹守孝啊 什么白虎 什么狐献的 祖主啊 你肚主在哪儿 快来 妈妈 快来 妈妈 你快来 妈妈 快来 妈妈 我都不得了 我都不得了 妈妈 我都不得了 妈妈 我都不得了 慢点 慢点 你给你去瞧瞧好了 我筷子 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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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搞的呀 公主他怎么了 他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呢 听着 立刻回药院 把这身白衣装换了 请妈妈小扣子 你们也帮忙打点打点 让银双移到我院子里去 是 那你呢 你还去哪里啊 我不知道 去看看情况 别怕 不会有事的 有什么话 等我回来再说 慢慢来 不急 慢慢 玉医开的房在哪 去拿来我瞧瞧 是 公主接着服了几天药了 怎么毫无起色 还是烧得这么厉害 照说现在应该服药 你却给她喝酸汤 你到底有没有按时伺候汤药 当然有啊 难道是我不希望公主快点痊愈吗 可是公主她总是不敢按时服药 所以我就熬点酸汤 让她补补元气 不管是妈妈的事 额娘 你听我说 药是没有用的 我这是邪催上了身 什么药都医不好我的 公主 你千万别这么说 你可是俘虏丰厚之人 必然会平安无事的 你不是邪催上身 只是受了风寒 不吃药退烧病 怎么会好呢 你这样一时烧着 难怪今生恍惚惨生幻觉 也许不是幻觉 公主说她看见了白狐 紧接着大家就见到白衣太 一身的白衣真吓人了 她不是已经解释过了 为什么要身穿白衣了吗 她当然会有理由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公主的病情也许真的不那么简单 在她没发烧之前 人就已经不太对劲了 昨天晚上我在花园里找到她 她正在淋雨 令她浑身都湿透了 而且说起话来古里古怪的 她跟我说 说什么她在娥妇的房里 打翻了一个白狐绣瓶 当时我还不以为意 现在想想 重邪之初还真不能不信 你 就是你们这帮人 一讹传讹 回言总听 弄得公主神志不清 病情更加严重 不过是淋雨受寒 你们偏要会生会饮的胡乱编派 简直是不可理 你别那么激动我 你瞧公主下沉那个样子 怪可怜 崔妈妈 崔妈妈 来来来 别再争了 叔婆再也没有用了 我对昊珍就是这样的 挖心掏肝的 可她一个字都听不进去啊 一双把每个人的心都收服了 你还看不出来吗 她已经成功地孤立了我 对了 说不定狩猎之心 就是她的法力造成的 就 她让我孤立无援 然后 就可以好证一下子来对付我了 不会的公主 你怎么会孤立无援呢 你还有皇后啊 明儿一早 咱们就进宫找皇后去 离开这可怕的地方 不准 你们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回宫 你 你是怎么了 咱们可是无群 限制公主的行动 你不让她回宫调养的话 万一 我是说万一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的话 咱们怎么担待得起啊 你别真的是受了蛊惑了吧 荒唐 怎么连你也脚会进来 跟着说胡子话 我现在斩钉截铁地告诉你们 营伤不是什么狐仙 不是什么白狐化为人形 他是个阵阵长长的人 他是个善良的人 他只会救人 他不会害人 你们定要夹残不轻 那我也只有得罪了 我要限制公主的行动 因为我不允许这种荒诞无击的事 传入公主 给云霜带来任何的伤害 不要忘了 他也是个正在恢复中的病人 我会采取一些必要的手段来保护他 好好好 我不会公主使了 我听你的 我就乖乖地待在这儿 公主 那么请公主务必按时服药 尽心地养病 我会不时的请来伺候他 咱们会安保 让公主早早歇着 我真是不敢相信 父亲他居然会为了弹豁一个仪态 而限制公主戳父 看起来 这屋里 他真是有不见份作祟了 所以啊 像大力道得过他呀 就是逃回宫里也无拘于事呀 搬出皇阿娘来 怕是也镇不住他呀 那 怎么办 怎么办呢 有了有了 我们请到时来帮忙啊 对呀 对呀 道士他们是专门帮人家消灾解恶的 他们懂法术 肯定有法子来对付这些鬼神大仙 不错不错 事不宜迟 明天怎么样你都帮我找个道士来 听见了没有啊 好 明天我一定想的办法 一定帮你找个道士来 不怕 真的没事了吗 我把公主惊吓成那个样子 我真的好担心啊 公主啊 是病糊涂了 又受了谣言影响 才会有人那样反应的 听小寇子说了以后 我才知道自己的大意 竟然你的谣言满天飞 我怎么老是在闯祸呢 一波财瓶 一波又气 弄得我自个儿困扰 更是你们为难啊 孩子 我知道 你是基于一片笑心 才身穿白服的 你尽量避人耳目 终究避不过那些耗时之徒 我想 星辰则灵嘛 所以穿了笑风 不会增一分 不穿 也不会减一分的 是不是 再说 你现在尚有功夫 其实 不也是父母双全吗 为了我跟王爷 也应该有所避讳 不是吗 是的 是的 我真是糊涂 我早该想到这层道理 请原谅我的不懂事 今后 我不再碰到百亿上了 我说这话 绝没怪你的意思 我就是出于一个 保护你的心态 我知道 你现在是洞彻得救 深感彷徨 我说不出 又多么的心态 我 现在好了 你搬到我的院子里来 一切由我给你撑着 即使 我不能让你在整个王府 抬头挺胸 至少你在我这儿 可以随心所欲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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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什么都别再想了 今儿晚上折腾的也够了 赶紧上门睡觉吧 嗯 来 来 跟我同大而民 你或许感到不习惯改名的 不 我觉得很安全 除非额娘不习惯 那就 我不习惯 我那每个孩子 是怎么带大的 尤其是我那三个 已出嫁的女儿 都长到十七八岁了 还常常来腻着我呢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感受到那种母女共争夜化到天明的温暖了 哎 哎 哎 此时此刻 我只看到 非常 非常 非常的窩心 要做法驱邪 才能化险为夷 不错 公主犯了大仙 大仙性己 便施法作祟 令公主生病 若不赶紧化解 到时候大仙可就要取公主的性命了 那 那舅舅该怎么做呢 大探请讲 快请讲呀 必须涉谈 公主秉出杂念 坐一谈后 在见了为白义太绑制谈前 平道即可做法化解 你听见了没有 快按大腦的吩咐去坐呀 这大伙帮忙设谈 录好以后 把白义霜给我带来 快去呀 公主 白义太现在人住在附近那儿啊 对了 道长 我请问你啊 是不是非得这个白义太她本人亲自在场 才可以做法化解 那当然哪 平道必须和她面对面的斗法 使她献处原形 协奏自然也就破解了 当晚真的能让她献处原形吗 你还犹豫什么 只要她献处原形 我就得救了 不但是我 所有被她迷惑的人也都会清醒过来 所以 我不管你是用骗的用抢的 总之 你要把白义霜给我带来 你听见了没有 快去 快去呀 阿姨太 阿姨太 我求求你发发慈悲 亲自日看看公主吧 在床前 对她说一些饶恕 原谅之类的话 无论公主再怎么胡言赖语 你就当作是没听见 不要再给一个病人计较了 我实在是因为无尽特事 所以不得不迎着头皮来求你 因为公主的病 现在已经越来越严重了 新病还需要新药来医啊 只要您解除了她新病 那么公主就不会再疑神医鬼了 否则 公主始终不肯按时服药 小病脱成大病 那可怎么好啊 白姨太 我知道 我知道您是一个好心肠的人 这么做 忽然是委屈了您 可是不管怎么说 救命妖精啊 是不是 白姨太 我在这儿 先给您客享同谢恩了 不不不 快别心思大力 我可以 我还是去一趟吧 听了崔妈妈这一番话 我也觉得我义不容辞 果然能使公主心神安宁 那么病自然就好得快了 好吧 那咱们陪着迎双 一块去 这位小病 快 annual 快 点火 快 点火 快 点火 推开 快 点火 这什么力儿 政策 你转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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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放手 快去掉火中心围 大小小 快去 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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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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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公主请了道士 再另一双脸做法呀 快去认识荒唐的行为 是 你让他不是什么呼吸人哪 我可以用我的心命来作证来担保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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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见了没有 天哪 你让他不是什么呼吸人 是我的 是我的 不要再说些气了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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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大群洞来临人 妖魔石妖法 我敬你不留情 快快 转开门 快转开门 快转开门 快快 公主请 李佑欣怎么样 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吗 有不到是在做法 我也不知道情况怎么样 真不急死人了 快快 你们十秒钟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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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你们狂奔 你们太狂奔了 黑弓线 碰面协动 丁弃圆琴 救命 不要 救救你们怕了我吗 不要 朱 她没有现行啊 道长 你不是说 能让她现圆形的吗 这 这怎么回事啊 她 她法力高强 拼到实在是不可奈何 不可奈何 不可奈何 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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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公主 快快快快 公主 快醒醒 快醒醒来 怎么 她让做我反了没有 有没有现行啊 有没有 一双 你怎么样啊 她怎么回事倒是血啊 一双 一双 你 一双啊 一双啊 真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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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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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对你怎么样了吗 她倒是有没有弄伤你啊 一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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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哭别哭 咱们也吓坏了 幸亏没伤着你啊 可恶可恶 那个臭脏似的 十二板快追 十二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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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急 不急 不急先听 听我解释 是我糊涂 不该听信家虎术师之言 可她言之作作 说 说我们公主命才耐心了 她又说 能让白衣坛陷出原形 破除陷阵 住口 你不相信我的话 竟然听信格 道是信口开河 竟然是愚谋可及 现在什么解释 我都不要听 我先把一双亲领看见 回头再跟你算账 差不多了 这盆水就够用了 小寇子 把脏水倒了 再冲个深茶来 给您双压压惊 是 香齐 回夸院去 给您双拿衣服来换 好好 怎么会有这种事呢 居然起了个道士 来对我做法 我到底做了什么 使得大家认为 我是这白狐呢 就为了 就为了撞见我 穿了一身白衣裳 为什么我的解释 会无人采息 为什么 我会陷入白狐 莫名的局面呢 我真的不懂啊 我真的不懂啊 音双 好了好了 别再想了 来 把这身脏衣服脱下来 你让她不是什么狐仙呢 我可以要往西门来渡舟来担保 公主 公主 你听见没有 天哪 音双她不是什么狐仙 她是我的 她是我的 她不是她 她不是白狐 她不是白狐 她经常有头的美花子 她是我的 她是我的 我亲身的女儿 我亲身的女儿 我怎么把我亲身的女儿 弄到那么凄惨的地步 你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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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可以讲出来的呢 你答应过我三年起口的 你为什么要讲出来了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我明明拥有才有力的证据 可以反驳的 可明明就是有口不能言 你看她站在那可怜兮兮的白口抹遍 被撒相会破狗血 我就是不能以一个母亲的身份 站出来保护她吗 你们在说什么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 音双 咱们是母女 是昆仑的恐绕之情 你听清楚了吗 我是你娘 你是我亲身的女儿啊 不对不对 你怎么会是我娘呢 知道你怎么回事 怎么 你怎么突然对我说出这种话呢 是真的 是真的 你一定要相信我的 你 你告诉她 你一定要把我说服她 你听我说 父亲所言俱进术师 她底底妾妾是你的亲娘啊 你们大家都怎么了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 有的人对我做法 说我是白狐 有人说我是大女儿 你们王府里的人 怎么大家都这么奇怪呢 我受不了了 饶了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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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饶了我 不饶了我 先前咱们也不知情 跟你是相亲不相识 后来发现你接着的梅花浪 这才确认的 什么梅花浪 我有件事 那是我的胎计啊 不不 那不是胎计 是个烙狠 是个梅花形状的烙狠 在你刮刮落地之后 是我轻重跟你烙印上去的 你烙印 怎么会是你烙印的呢 我听不懂 我完全听不懂啊 快把粘子拿来 快点 快点 我知道这对你来说 是一件无法接受的事情 但无论如何 请你一定要听我明说啊 在二十年前 我身怀六甲 还有数月即将零分 那是我的第四胎 我前面已经有三个女儿了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王爷过手 众多贺礼当中 又一样 既然是回江美女 也就是现在的侧附近 偏偏 请你想想想我当时的立场 没有子嗣 心痛进门的腰力底下 我的地位 我的地位是岌岌可危了 所以 竟有我的姐姐秘密张罗不舒 在我身上的那天 她被人耳目的头运进来一个男婴 如果生男 那就是皆大欢喜 可如果生女 那只有头龙转风 结果 我生了个女孩 那就是你呀 怎么会有这种事呢 为什么要撤上我呢 你凭什么认为是我的 凭这个梅花钻子 这是个浪痕 你娘说她是个胎记 可能随口说说的 你自己也不容易看见 现在 我让你看看她是个什么样子 你 瞧 你看得出来 她是左梅花的形状 对不对 就跟这个簪子一样 当初就是用她来烙印的 也是同样的地方 都在右肩上 可你的身世 完全是个迷恶 你 你并非是我和你娘亲生 你是 咱们捡来的 爸 我不是捡来的孩子 这是我的胎记 不管她形状像什么 我娘说是胎记 她就是胎记啊 你不能拿一个站着来给我开 就要我相信说的一切 不是站着 还有媳妇儿媳 我姐姐亲的弟弟 而你告诉我 你的父母就住在溪边上 他们定是在溪中发现你呢 不是不是 不是这样的 还有出生日期啊 我身材的那一天 正是五零年十月二日 这些都温和呀 你别告诉我就是巧合 不可能在一个人身上发生这么多巧合 这是证明 证明你就是我的可怜的女儿 不对 不要再说了 如果我是你的女儿 那后生算什么呢